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无力胡师傅凭借实力 把这个节目变成了大型圈粉现场 然而即便胡彦斌和郑爽已经分手两年多了 依旧没能逃过前女友魔咒了 大家在发表被圈粉言论的时候 大多都带上了这么一句 难怪当初郑爽会和他在一起 刚真 两人都分开这么久了 彼此都不怎么提起对方 而且各自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得挺好的 怎么就一直结绑不了呢 小编觉得 这其中媒体要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有个风吹草动就被拉出来再细数一遍曾经的故事 吃瓜群众自然第一时间就把两人联系到一起了 也是因此粉丝都被搞怕了 纷纷恳求各自安好 除了郑爽胡彦斌这队 娱乐圈当中的 已经分手的明星们 基本都遭受过这样的过分解读 其中 王妃李亚鹏 蔡依林 周杰伦这两队 由于出道时间早 名气他为大 可以说是十几年来经久不衰 即便王妃周杰伦都各自有了对象 甚至于周杰伦孩子都有两个了 依旧没能挡住媒体们追求流量的狂热 李亚鹏微博取关重关 王妃是一波流量 王妃与谢霆锋同游日本 要拉李亚鹏出来做对比 两人一起参加燕燃天使基金会的活动 更是直接被致密谈要复合 最近因为李亚鹏与一女子聚餐 更是出现了王妃致电信女友表达不满的新闻出来 致力于将这一团浑水搅得更乱 M小编只能说这几位朋友您难道是躲在人家床下吗 这种事情都知道的这么清楚 蔡依林和周杰伦也是这样的情况 邮寄的此前有个活动 邀请了蔡依林 周杰伦和昆灵三人出席 其实他们本人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奈何媒体朋友们就是不放过这个大新闻 因为是同一个节目 周杰伦和蔡依林搭了同一班飞机从台北过来 周杰伦面对媒体的提问不做回答 结果到了出新闻的时候 就变成了微叹气 而在活动当中 昆灵和周杰伦首次用了同一个休息室 就被说成昆灵故意示威 蔡依林敢不尴尬小编是不知道了 反正小编看到这样刻意发散的新闻的时候是挺尴尬的 毕竟这几位也不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早就不在意了 却还是被抓着不放 做了回应被说成就情难忘 不做回应则被说成仍有救 怨 也挺难做的 当然 要说最近最惨的呢 肯定还是白百合了 完完全全人在家中做 郭从天上来 前几位被媒体过度发散好歹 还是因为各种交集 至少还是有实质的东西能写写的 但是这次白百合真的啥都没做 好好的参加活动 努力工作呢 最新主演的南方有乔木 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让很多人对于他的演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自然细腻 结果陈雨凡一发新歌 大家就纷纷带他出场了 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 是原谅那些不小心为爱犯的错 继续无怨无悔的高歌 所以大家纷纷开始猜测 这是不是唱给白百合听的 不得不说 这个发散能力和脑洞小编真的很服气了 人家陈雨凡发歌的时候 明明白白血了 致敬所有勇善爱辛勤付出的人们 胡海权在评论的时候也强调了 愿为了梦想拼搏的人们 洒脱自由不忘初心 愿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值得被肯定 原定于7月份发的歌 特地提前到了劳动节发出 就是因为这首歌是献给索辛勤劳动努力工作的每一个为了梦想而拼搏的人的 和白百合真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如果大家仔细看了陈雨凡发出来的完整版歌词 也能知道 这首歌就是一首在正常不过 描述追寻梦想永不言弃的年轻人的歌啊 雨全要是知道自己用心做的歌 被媒体们这么发散 从而偏离了他本身的意思 恐怕也不会觉得开心吧 石小编一直觉得娱乐圈的现状挺奇怪的 大家纷纷号召说希望关注作品本身 对于流量的演戏都保持一种抵触的姿态 因为觉得不成熟的演技会毁了一部好的作品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只有明星们的花边新闻 流量们的相关新闻才有热度 才会吸引到大家去看 就好像这几个分手的明星们一样 明明都已经各自安好了 却总是会被拉在一起 固然媒体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媒体也是顺应市场的脚步 若是没人关注他们又怎么会写呢 其实嘛 每个人都要往前走 不用每一次有新的动向和工作 都要被刻意揣测 演员关注演技 歌手关注音乐 不要一直盯着撕生活不放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娱乐圈崩起啊 真心希望以后能少一点刻意发散 也给这些明星们一点空间吧